使用未经注册的超重电动踏板车 两年前撞死一名妇女 法院今天判22岁的青年入狱12个星期 这是本地首起使用个人逮捕工具撞死人的案件 22岁的马来西亚籍被告Hun Ki Moon 2019年9月在乌洛北三街一带 超速骑行电动踏板车 撞到了脚踏车骑士王美英 导致他受伤入院五天后不治 法官下判时将被告 使用未经注册电动踏板车的控状一并考虑 辩方律师要求法官判他缓刑监视 但法官指出威慑和惩罚的判刑原则更重要 因此判他坐牢 并指出被告有责任小心行事 但是却无视风险